凤林地区的草莓园开源 现已进入了产季 草莓园内随处可以看到 梅果鲜红欲滴 凤荣地区农会也宣告 草莓季开跑 而今年草莓生长季节的产量 品质都很好 目前每台金约250元 无论柴果 尝鲜 现在正是时候 草莓果园是无农药栽培的 观光果园 从事无农药栽培的概念 始于20年前的无毒农业 以及食安危机 不断充斥在我们周围 尤其草莓这个作物 通常名列农药残留前茅 所以想要种植无农药的草莓 给自己家人 还有大家一个安心 安全的健康水果 就去年苗栗给两场 那个寄转给大府那边农民 试种 一些朋友他们会说种的还不错 今年就想说过去找朋友 要买一些回来这边 花蓮这边试看看 看合不合我们这边的环境 因为我们这个圆栖面积是两分多地 种一万四千多颗 一万四千多颗 这个品种差不多有三千颗 大概这个产季大概会到什么时候 这产季如果天气允许的话 可以到四月中旋 四月中 因为像我们天气太热的话 温度如果高到四月份 因为这个草莓很奇怪 它像这个冬天气温低 它开花到成熟 二十四天到二十八天就可以吃 那你说夏天温度高 搞不好 差不多二十来天 所以说到温度高的时候 怕口感会比较差 我们就把它结束了 新鲜草莓人人爱吃了安心又信赖 草莓品种以风香香水为主 风香果心好 风味香甜 香水则口感扎实 较耐储存 并且抗病 民众还可以将新鲜草莓加工制成果酱 等等多样化加工品 提供民众采草莓 吃草莓鲜果之外的多种新选择 记者林杰凤林郑 采访报道